今天你讲回区议会,今天Elmer跟我说怕我被人通牌就不放我命上去 我说我的真是几十年也不怕,中国那时候大家开玩笑都说 选票位头,第一名毛泽东,第二名毛泽东,第三名毛泽东,你没有订票 当时1950年,选过国政协主席,选哪个主席,总之选过国家主席 整个投票呢,只有一张反对票,那张反对票当时还要做共产党 怎样做娱乐,这是毛主席的谦虚,自己投票 其实后来要查,死查查出来,谁是北大庄,张冬雪头的 后来真是死无葬身之地,被他弄到 我们刚刚有个在德国的香港KOL就说 因为鼓励别人不要投票,就被香港政府出了通緝令 我们当然要支持这个人,因为这些区议会选举会搞成这样 上次,不知道你有没有看2019年范东玲呢 用VOA就拍了上次的区议会选举,就非常详细的 用VOA他自己现在好像在网上都可以,YouTube都可以找到的 上次你知道就很控动,我们差不多70多个percent的人投票 投票率又高,又选中的差不多8、90个percent 85个percent是民主派,反抗派的人,抗争派的人 我也有去投,那次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民主的普选 就是区议会的,大家在区议会 今次他改了一些东西了,所有竞选的人 都是他全部挑过的,挑选过的 现在全香港人当然,大家没出声都知道 心里都没有人会去投的了,你这样搞破坏了 因为上次选完,香港人充满希望 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搞一个普选 而且可以民意表达出来,而且可以民主的 那次有一个好示范性的 这次他现在这样破坏了,就是等于拨香港 拨你一下,拨醒你,等你还信不信呢? 还不信不信民主呢?所以这次呢 我们要做一个希望可以表达出来 上次和今次这个落差 那个所谓投票率的落差 给他看到我们香港人到底我们有反应 因为大家现在国安法没有人敢动手 但是这件事呢,你最多不投票呢 他奈你不何的,又不可以告你的 那这种这样的所谓无声的反抗 抗争呢,是很值得做的 而且等于不用做事 叫你去投票,你都要去投一投 你现在就是不去投 确定令到他的投票率就低 那就等全世界的人看到 因为肯定有人报道 全世界拿两个相对之下呢 他就理亏得很紧要 共产党有理亏,香港政府有理亏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你讲,你讲 不怕理亏的 我稍微讲一下,其实有些背景需要知道的 原来为什么共产党一直觉得香港 控制香港选票呢 就去控制香港立法会 因为立法会那里是代表全港的 他们就用什么 所谓的商票制度 一边是普選,一边是 那些团体啊,哪些发多少票啊 就保证自己多票,是不是? 但是呢,区议会呢 原来的功能是为人 例如区人服务啊,那些什么 垃圾街道啊,那些 区议会服务 就他们没有想到 这个会是民主表达的渠道 所以2019年呢,区议会真是普选的嘛 那香港人一下就展示了 区议会我们的真正意愿表达在这里 那么这次呢,他就跟着 用疫情来做借口就不选了 这次就开始有选了 这次开始有选了,他就立即叫做 区议会选举改革了 就改了那些,改了那些选举的规则 那么,你知道选举里 一个是选举权,一个是被选举权 你可以限制人民的选举权 同样也可以限制人民的被选举权 谁上不了选票,你没用啦 那共产党是这样的 共产党的做法呢 共产党一向是限制人民的选举权 但是呢,最重要是限制人民的被选举权 为什么呢,你每次把选票印几个人 你个个都投好了 不断几个,不断几个共产党你要投 是投他而已,你没有其他可以投 你没有其他可以投 所以这次呢,上次应该是 我看一下,应该是最早全民逃选 2019年呢,有地区的直选是452席 今次呢,地区的直选只剩88席 是不是你的少数呢 那上次是,就是区议会这452席的比例呢 是差不多95%的,94.4% 今次呢,这个直选才剩18.7% 嗯 其实呢,都不够20%的人 由人民直选,18.7%的人人民直选 那剩下的那些呢,他就可以操纵了 这个是选举权方面 那被选举权呢 那些建制派的人都上去了 都进去了,那些所谓 有些中间派都不建制太合作那些呢 民主派的人都不能上去 民主党说他有六个人参选 只有三个人登记到 总之出了登记的问题都不能进去 其他那些反抗的政党 又不是被人非法了 就是你根本就没有选举权 又不是你根本就登记不了上去 所以呢,到现在呢,就等于是 你要去投票呢 你清一色就 第一个你只有17.7%的投票权 第二个呢,你是百分之一百选不到 你们想选 就是民主派想选的人 那就等于剥夺了香港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嗯,他现在这样做法 就是完全都扯爛了臉的了 根本就完全都免得保留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他又不是保不保留 因为整个事件你看到那些报道 夏宝龙是一个主持的嘛 是 夏宝龙主持呢 就算被你选举权 他都知道怎样剥夺你的 共产党的做法 大家知道共产党没有民主选举 他有选举的 他说他整天都有选举 他不是没有的 但是他选举 怎样选举 就是这个共产党之下 怎样选举 我们过来就知道了 共产党呢 第一个呢 就是他首先 压制的是被选举权 人人都可以投票 但是不是说想去竞争的人就可以竞争 所以呢 那些所有候选人 都是人 美国现在我们选候选人都要选 他全部是上级指定的 其实从80年开始 北大出现这个人数选举 当时全高校 那就是什么呢 大家就争取 那些候选人 有勇敢的人 出来说我们要做候选人 就是争取上选 80年代 还身为好点多 所以北大当时选了胡平 是 就是官方 北大当时 那些是区代表 都是区 那我问胡平 你去做了人民代表之后 他都是见不见幼儿园 做不做什么 就是那些东西 就没有任何和政府方向有关的 那不管怎样 是选到 那后来呢 就是过去二十多年 就经常出来的那些叫做独立候选人 是 就站出来 我要竞选 我要竞选 那些独立候选人 真的有人被逮捕 总之就给你上选票 没有人能上去 这个就是共产党的做法 所以这次夏宝龙主持香港的选举 亦都说给你上去 所以那些反抗的人 就上不了 挑战中共 上不了之后 你选举没有了90% 你再投票都是那些人 他这次想办法 加上自己游 不过自己游 香港也不是那么多 然后想逼高务员 带来一些亲戚去 跟着呢 又想去找那些巴士车 车那些老人远的去投 在那儿想办法 他都知道这次大件事了 那个投票的那个率 就低到弥补 他就在那儿 在那儿 想办法 在那儿 他应该老早就知道 有这样的后果了 他不大件事了 老实说 他不在乎 你不要败你 败谁 他有得 他可以滑转过来说 我在中国那时 后来有两次官方指定的时候 我不投票 不投票 我把票给人家投了 那班人通知回来 你那天没去 我帮你投了 第一次是这样 第二次我太生气 我就投了个空白票 哦 什么都做 是啊 什么都做 就是如果你是 就是说 现在如果去参加 你组织的香港议会那些人 是真的冒着 就是他 起码他自己认为 要冒一些风险去投的 要去做些努力 要去投的 那就是 他都可以说 我们投票率高过你 比如你 Alma 你找出20万人投票 他们找20万人投票 找到的 嗯 你找到20万 我就找到30万 我们还代表你 他会这样说的 但是他不在候选人那里 嗯 永远都是这样的 共产党 这些正牌共产党做法来的 标准操作 是标准操作 你找到夏宝龙 他可以做什么 他就是做 他是会做这样的 他其他人不会做的 我想了 他为什么他做其他人 他妈妈都不会做的 共产党的人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要看多一点 说回这个区议会 美国是什么制度 就是每个区 那个州里面 然后每个地区 那个美国地方是什么制度 美国的地方是incorporate 你这个地方 他每个地方有规定的 我到了多少人 比如我这个地方 到了5、6千人 我要自己成立一个城市 那你自己组织去找一个petition 申请 原来美国是没有什么人 到了一定的地方 我们申请这个地方 变成一个什么城市 你就是incorporate 你去美国 你去那些地方 你经常走那边界 好像说 什么什么 incorporate 什么时候incorporate 等于你组织 这个社区 公司化 公司化 公司这个字 中国一听是生意的 不是 我们社区是正式的社区 这个就是组织 总之后你就有charter 这个等于是国家有宪法 州有宪法 地方政府有charter 这个charter 就像公司的宪章一样 所有都有宪章的 你的charter 就规定了 联邦政府是按照宪法 联邦政府管到某一个程度 比如联邦政府管外交 管战争 管州制贸易 这几个大方向联邦政府管 那么州里有州的宪法 每个州的宪法不一样的 好像我们州 美国有四个州 我们州都叫做commonwells 什么叫commonwells 我们州也都是联邦制 联邦制的那个院 就有很大的权力了 所以你有很多权 如果不在州政府再到院 不如教育 教育 就是我们现在教育 州是管州立大学 可以管到公立学校 不可以管大学的 是州政府管的 那你剩下的中学哪个管 中学哪个管 中学就是学区管 你的学区也是incorporated 州政府没有权管的 但是州政府可以做一些政策 比如我们今次说 学生落后了 哪个地区哪个学区 要想怎样做呢 你这样推动我们 是一些补贴 是做得这么多 所以地方有地方的权力 好像你是泊车 哪里泊车 也是地方权力 地方信修有地方权力 地方权力 房子在哪里 可以建多高 又是地方权力 铺水铺 地方权力很大 特别是你做生意的时候 我和中国来的人都说 做生意去找商务部 我商务部没有权的 是 你要找他 你找他 就算联邦商务部 你去哪里做 找州 找州商务部 在哪个院做 我跟你介绍找哪个院 要找到哪里才有用的嘛 这些院的议会也是选的嘛 市长也不选的嘛 那这个incorporate 比如这个区 这个区有几个城镇 incorporate 那就变成了独立经营了 一盘数了 是啊 是啊 法律 有些很简单的 比如我们州 有些法是州 我们州持枪 是随便 带枪出去 让全世界看都没事的嘛 那一个不適合你走过那条桥 就到了华盛顿 就是警察抓了索监 嗯嗯嗯 但是地方权就是这么不一样的了 哦 那一个county 都是差不多等于一家公司 它是 一盘数 它是incorporate 就是这样 就是地方权在那里了 它是地方管理权 那那个宪法 incorporate 那个所谓的宪法 是谁写的 喂 你当时的人民 你确定我们要组织的时候 你当时有市镇大会 大家开会 开会投票起草 都是很早啊 这些200年以前的事情 很多这些市镇 这些county 是早过美国的嘛 是啊 未独立之前 172多年 17多年 176多年 还早过美国的 嗯 嗯 那就是到现在都是 效果都不变的 是啊 如果要修改 就要通过投票 修改那些charter 这个我们中国人 不懂的啊 我们中国人没有这样的制度 是吧 所以 你说一下好像很普通 但是我们中国人真的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我们上次搞香港议会 那些香港人不是说 哪个授权给你 那些是人民自己成立的嘛 就是 就是 就是香港那些日子 就是中国人 是吧 被人管开 他不知道自己要成立的嘛 政府是人民授权的嘛 人民授权才有政府嘛 这个美国的独立书言 写得明明白白啦 就是为了我们保护我们的自由 我们的安全 我们授权成立政府嘛 所以 英文就是 Governments are instituted among men deriving their just powers from the concern of the government 就是说 在人民中间 在成立的政府呢 他的权力 是来自于被管制的人民嘛 这个是作孙怡的原话来的 所以问题就是在那里了 香港那些区呢 就是政府画出来的 这个区这个区这个区他画出来的 就是香港人有这个这样的 就是不是香港人 就是所有的 我们华人呢 都有这样的习惯 其实都是人家画给你 那你就跟着去投票 跟着去选 就不是自己不懂 自己不懂做这件事 说难也不是很难 根本就是很普通的一件事 中国呢 就自从 就是你想想 有史以来几千年了 它是 那些国家是打出来的嘛 就是到春秋 春秋到战国这样打出来 那秦始皇呢 就灭了六国之后 它实行棍典制嘛 这棍典制是画出来的 但是中国是没有人民 不自治的 你的村子是怎么形成的 自己住在一起一条村 所以中国过去的社会 也是高度自治的 你想想 以前政府派官 就是叫七品芝麻官 你的官是派到院一级的嘛 院下边就没有官的 是历的了 院太太爷一个人 就是院令 一个院令七品芝麻官 下边就没有品的了 那些是历来的了 那真的你要对付地方的管理 那些很多是依靠地方的 家族啊 长老啊 而且甚至有些地方 有些类似预会的 中族祠堂 那些这样的管理方 是共产党才管到 就是管到每个家里的嘛 共产党之前没有人这样管法的 嗯 这件事实际上 最低就是衙门 就是最低的了 是不是叫做衙门 最低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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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他不是叫圆棺 圆棺 圆棺就去了那级 那级 是那里了 从一品到七品 中国 就是说起清朝的官制 前来的一部分 不讲那么远呢 清朝的官制 就是一品到七品 一品大圆 就是就是 顶带花嶺 一二品大圆 那样 到七品就是芝麻棺 芝麻棺 最小的就是院令 你想想这个院很多人的 那個月過一個人怎麼管 下面有一套班子 到地方上是地方的家族、祠堂、那些村官 自治為主的 就不在政府編制裏 不在編制裏 有些族長、家族的族長那些很大權力 那些老人 整班老人家很大權力 所有的社會除了共產黨 人類歷史上所有社會除了共產黨 都有相當的自賤 程度不同的自治 共產黨就厲害了 將整個黨組織全部放到每家每戶 共產黨到一個村就叫大隊 大隊組成公社 一個村叫大隊 大隊就是一個村 大隊有黨支部的 大隊有黨員黨支部書記 那這個大隊就是一條村 它配備什麼呢 黨支部書記 下面它有武裝民兵 就是法治有武裝民兵 它有大隊一套行政 會計、書記、文書 它一套 它將政府的行政一直到村裡 那美國的county 多久選一次 根據county 自己的法律來選 有些是三年 有些是四年 現在為了省錢 以前我們這些county 選舉日子都不一樣自己規定 後來為了選舉人 越來越多選舉組織就麻煩了 那很多county 就將自己的選舉人 把全國選舉人一起選 方便 全國一起選 但是我們county是跟全州一起選的 所以我們州是憲法規定的 就能夠跟聯邦政府一起選舉 所以我們單邊選的嘛 哦 錯開 錯開 就是特意錯開 不跟你一起選 哦 那現在美國的譬如 現在每個州都自己有個區的選舉 每個都有county的選舉 你肯定到最低的 你什麼county 你什麼city 它有時候 它incorporate city 成county 無論如何 它肯定有選舉 不是怎樣治理 無法治理的 它有第二集 你不選舉就沒有其他辦法的 所以美國的民主是全面性的 不只是一個全國性 它下面的基層那裡已經開始民主化得很厲害 它一向都是這樣治治 地區治治 很重要的 所以現在香港這一套區議會的選舉 是 是 是 原來你想香港有一定地方治治 你的區議員管一下垃圾也好 街道 有什麼發聲 現在這樣一套做法就是全部用中央集權的做法 來取代了所有地方治治 哦 即是不信得過你們 他就不給他一個中央集權的升級 任何民主選舉都不給的 所以不是說 小夏 這兩套東西這麼極端 就是美國式的民主和共產黨的那種專制 就是這麼極端 怎麼融合啊 融合不了的 所以你做那幾套片 你講話就是講這個過程 是吧 就講這個時代這個事情 真的差不多又是由頭搞去 就是由底那裡 由底那裡普選開始搞的 但是很多是個人的 就是我現在做這些 每個人都是個人的 我經常想講一下 是不是美國這邊 我跟別人爭辯呢 就是說 Brigan他們那時候 就是我們贏了南戰 我經常都不是你們 就是那幫人贏的 就是你想想每一個個人 就是不惜身家性命 這樣投下去 這樣一點點推翻 挖了共產黨的長腳 挖到最後整個葛林長 其實這些作為葛林長 作為共產黨的象徵 是被人挖倒的 真的被人挖倒的 以前的長城 就是講起東北的長城 很多長城怎麼倒的地方 兩千多公里的長城 那些農民撒磚 拿磚頭去自己用 一塊塊拆倒的 所以這些就是一塊塊拆牆 真是很不容易的 這些每個人的故事 因為我自己真是親身參與這麼多 每一個個人 每一個自己家裡的事情 你聽起來很感慨 就像你媽媽那樣 你說他不坐二十年牢 有什麼影響 如果一百萬人一千萬人 就像他那樣做法 基督教在中國怎麼維持得下來 共產黨那時候 真是混淆 是說你一聲教徒抓去坐牢 怎麼維持下來 就是很多人很有信仰 不出聲照樣維持 就是你媽媽那些人 就真的是先鋒 今天今天的地下 都很厲害 就是當然分開不同的教會 但是中國現在的地下黨很厲害的 量大到不得了 兩億教徒 是啊 我有時聽 我媽媽有整班 跟她的人 我有時跟她聊 他們說 尤其是要偷偷地回去全亞道 這樣 是啊 信仰的力量 還有對共產黨那種 就是堅信共產黨會倒台 那種一路 你想想 到第五集那時候會有的了 那個立陶宛的總統說 他老舟 真是說 是 九十歲 九十幾歲 我就看不到共產黨立 你一定看到 誰知道他立了船 老舟差不多一百歲 那種真是那種一輩子被壓迫 希望很難得 還可以保持到希望 是啊 這個希望 別人可以被壓迫 希望是不能被壓迫的 一定要保持著希望 香港也是這樣 大家一定要保持著希望 如果大家繼續 一點點這麼多做 你可能現在 他們這麼大力量 這麼強 我們什麼都做不到 你不知道哪一天就做到 很多事情都是這樣 我一陣子真的見到太多了 你見到太多 你一個政權 你看到這麼嚴重的 哪一天倒了 就是那種空洞的倒了 瘟疫倒撻 現在可能性挺高的 真是看下去挺高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保證 但是現在看上去的可能性很不錯的 全世界的形勢 和大陸現在的問題 是有機會的 人類最後你真的需要有一種稀寒 而且某種事 我的經驗就是真的 你如果覺得某種事情是真的不對的 你真的要去反對 你真的要自己心裡反對 知道它不對的 就不要為那些很邪惡的事情 或者你覺得不對的 就變了 沒得做這些事情 不對的 我們香港現在 大家看到什麼問題的了 知道共產黨那裡不錯 不對的了 問題就是 還未組織起來 有一種可以持久性的反抗 投票 投票 不要投票 沒有投票 到時候你的軟件搞定了 差不多 要在那裡寫的了 我前天你放假 我都跟區民說過 我就是把你這個解決方案 第一 共產黨拜託你離開香港 如果他真的跪在那裡 共產黨你要離開 第二就是雙普選 雙普選什麼都破了 沒有所謂 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是啊 真正放開選舉 你現在嘗試一下 中國真正放開選舉 習近平有多少票 實際上不是這麼難的 第一 你拜託你共產黨那些 黨員拜託你離開香港 然後給香港人 真的離開一個普選 雙普選 整件事六個月之後就生了 那些人的希望 那個人的所有那種 做事那種節奏完全沒有了 那自己都懂一些好的人來的 不會很差別人來選 你想一下 你說香港 2019年那時候 大家區議會突然間放開 投票沒有了那些 什麼什麼 那種 怎麼說 香港 那個議會 那種 那種 那種限制 你有什麼 什麼小組 這個小組 突然間這麼多人 就投了這麼多自己的人上去 那很多 我問過一些選手 那些年輕人 那些年輕人 那大家不知道 抗爭的人 立即大家投票 這是這樣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例子 1990年3月份 哥爾巴喬夫 哥爾巴喬夫 當時有一些天真的 放開投票 結果呢 他們認為共產黨沒事的 結果放開投票之後 就是很多人 人家乾脆不懂 我才說我不是共產黨 立即就投了你 所以 那些怨恨太深了 怨恨太深 波蘭那時候 共產黨說 那時候我們厲害了 就是 團擊工會的人上去 放開投票 一放開誰知道 輸成這樣 全部都輸了 不是 那些共產黨員 是不自覺的 做了一些壞事 對人不做一些壞事 他不知道 他覺得我還是很好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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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變成 到時候 你試試香港 我是建制派 只要我宣佈不是 你肯定就選到 如果真的放開選舉 上次就是這樣 上次的區議會 一不是建制派 就趕快就贏了 上次就是這樣就贏了 你只要上去就行了 你不用人認識來的 我反對共產黨 如果准許說 共產黨立即就贏了 就是這麼快 就是這樣 是啊 我採訪那個KGB的頭 他當時說KGB要改革 KGB炒出來 就要去抓他 他立即去登記選舉 立即選到 你還說是KGB 這樣才好笑 他立即選到 而且當時 蘇聯 當時有些 不准抓候選人 有什麼事 但候選人就受法律保護 所以他去登記 KGB抓不到他 噢 那天他去登記投票 好厲害 他立即去登記做候選人 KGB立即抓不到他 當時有些法治 有些想法 就是這樣 習近平的事情這麼多 自己中國人的經濟搞成這樣 真是 香港一樣的大件事 原來香港的銀行系統 借了很多錢給那幫地產佬 地產佬 地產佬在香港又借錢 香港的銀行在國內有分行 好像匯豐恆生 渣打那些在國內有分行 東亞那些 他在國內又借 兩邊都借 就是地產公司 化銀公司 而且他們還借給個人工樓 他們都一樣 那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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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很多錢 這些幾家銀行 就變成香港政府 香港的銀行監管 要警告他們說 你要撥定儲備 這些人不還錢的時候 你要找這些銀行頂住 不要到時說你損失多大 現在要撥避 撥避 用簡單的說法撥避 這件事實際上 路托很大的 牽連很大的 不只是大陸的銀行 香港銀行進去了 有些做得挺大的 有借很多錢給地產公司的 他以為地產公司在香港上市的 拿股票押給你 當然可以借了 香港有些人 香港也有樓 大陸也有樓 香港公樓 名譽順譽很好的 大陸供樓就一樣 借錢給你做分歧 做按揭 所以這筆錢現在計一計 相當大的 這個金融 真的是金融海嘯 不知道什麼時候海嘯過來呢 現在中共怎麼能拔這個樣子 關鍵就是中共整個經濟那裏 沒有了很多很多動力 其實我最後我總覺得是人的問題 中國的人不想做你 怎麼辦 你沒有了動力 現在可能有些地方不是真的沒有錢的 銀行有些人有儲蓄的 沒有人敢動 沒有人敢花錢 沒有人敢投資 那整個變成一個好像法輪那樣的 停停了 起動不了 沒有了 沒了那種推動力 是的 你起動那裏難了 你一個COVID停下來 停下來以為它自動起動 它不是 美國就不同了 美國小公司 中小型公司 個人大公司一起推 那麽就動了 你叫他在那裏 只是習近平說幾句話 怎麽推不動 整個經濟推不動 另一條 美國印錢去推經濟是有些用的 因為美國人消費 是的 即美國的GDP百分之六十幾 是靠個人消費推動的 所以美國印錢的理念就是 如果發錢發給個人 他就成了動力 你這次聖誕他就退休燒 這個是動力來的 中國現在問題就是印了錢之後 人們怕收藏在底下 你沒有了推動力 就是中國用不到這種用消費推動 現在中國以前就經常推高端消費 消費市場 那現在中國的消費市場停滯的時候 中國印錢都沒有用 因為中國大量靠國營企業 大量靠這種出口 出口現在停滯得很厲害 那現在有些生氣的是靠電動 電動汽車 家電 但是原來那些小商品 就停滯得很厲害了 所以中國那個動力 從哪裡找來呢 我想你中國那些 就是習近平投赤的 沒有用了強式的 但是下面那些一幫人很投赤的 我看到你的朋友 是不是叫他李長青 是 是 是 他說現在有一點點像 蘇聯的七零年代 像是 怎麼說呢 蘇聯那時候我猜都很缺戰的 也不是那麼像 七零年代 蘇聯那時候你雖然是缺 七零年代有幾個大變化 講蘇聯 我現在 我想到就說有些 如果我沒有準備的時候這麼說 有時候 差一兩年 但是 你知道七零年代的 蘇聯是經濟好的時候 為什麼呢 六零年代的蘇聯倒到七七八八 真是很可憐 大家都在想 1971年 為什麼石油危機 整個中東石油危機 整個中東石油危機 蘇聯當時就開發 西伯利亞的秋名油田 那一大的油田 秋名油田 為什麼這麼硬一點 總之當時是這樣 因為他原來買油便宜的時候 那時候七十年代 我記得價錢是這樣 沙特那邊賣油 他採油的成本是一元一桶 一元美金一桶 蘇聯的採油的成本是三元美金一桶 就貴很多 但是當石油六十元七八十元美金一桶 那時候那些錢都可以忽略不計 所以蘇聯70年代 靠大量的石油出口 支撐了一段時間 還支撐了東歐經濟 80年代石油危機過了之後 蘇聯就有看出問題了 短缺啊什麼各種問題 所以到了1986年的赤爾諾貝利 赤爾諾貝利事件 就一下就把蘇聯的所有經濟的問題揭出來 那我跟過內的朋友說 他有一個看法挺有意思的 我覺得他們說 疫情是中國的赤爾諾貝利 嗯嗯嗯 暴露了出來 暴露了這些問題 暴露了這些問題出來 所以現在中國又出疫情 現在上面面臨很麻煩了 現在疫情出到小孩子那裏 兒童肺炎 那這些菌 那它現在就死馬是舊菌 不是新菌 那大家又不知道而已 但是呢 就又面臨 以前那些菌沒有這麼厲害 小孩子沒有事 你還封城 現在封還是封啊 有一隻字都不敢出聲 真的不敢出聲 而且疫苗到底你打還是不打 都不敢打 那些疫苗又不知道會不會的 多數是不會的 打又不知道打不打 這陣子根本很被動啊 美國這邊說呢 直接不給他 馬尼比歐和整班議員說 不給中國人出入境 不給大陸人出入境 旁邊都是對的 你有什麼事 你傳了過來嘛 大家現在 因為它又不公佈它的內容 你應該拿些化學那些什麼 有什麼什麼 它又不說啊 跟上次差不多啊 發生了兩個月的了 都不出聲 那阿羅比歐要求總統呢 要求總統下令 斷了兩國的旅行 現在在馬斯特斯斯和紐約 都發言有類似病例啊 所以最後 哦 已經有了 是啊 已經發言了兩個星期的了 但是問題呢 類似它又不知道它沒有樣品 它不知道是否真的一樣的病例 所以就真的沒有辦法說 沒有辦法說 以前有了一些資本的時候 沒有辦法說 封了才算 現在你說封不封才算 整個國際局很投毒的 WHO的世衛規定 多少個小時內 48小時內的遠港 你要通知了世衛 以前就是世衛決定封不封 現在世衛看到習近平就怕了它 不敢封 西衛被中國控制了 很多東西都是 所以那些就 那些就不止以得了 其實都是各個國家政府 現在的問題是 上次是狼來了 上次你想想 就是COVID疫情 死的是七八十歲的老人 美國這邊呢 年輕一點死的很多有別的病 特別是那些 後來他們說疫情 害死黑人社區 那些肥人 很肥的 八卦都死得比例高 但是兒童沒事 他們都封了學校 那這次怎樣 你真是如果到兒童 青年的時候封誰 很大問題的 美國也是很頭痛 美國上次搞得 雞飛狗跳 上次如果不是疫情 特朗普哪會被他這樣 就是沒有任何投票 都沒得說 這次輪到拜登 疫情 拜登到你的時候 拜登怎麼辦 嗯 考驗他 考驗他 真的又死人 大規模死人 那時候你又怎樣 嗯 但是你不封又不是 不封又不是 有什麼其他經驗 現在說不清 美國的疫苗 大家也是說 沒有用 現在整載疫苗的人 在去告政府 說打了疫苗的年輕人死 哦 有些年輕人死 有幾百個病例 又不准說 他叫做 叫做 vaccine injury 就是 vaccine injury 差不多等於 等於受了傷 因為打疫苗 受了傷 那現在呢 很多人說掩著 就不公佈 不公佈 但是現在開始 那些東西養出來 就有人要求賠償了 那些大公司 那些Visor的公司 藥廠賠償了 問題是他不賠償了 因為他一個都不會賠償 他一賠償之後 以後其他人怎麼辦呢 那他當時有政府 政府保證了 沒有笑 是啊 當天特朗普簽了名 就說不需要你們賠償的 就是那個所謂liability 特朗普說 不准追究 因為時間不夠 就不准追究 現在這個問題就很 我昨天都是注意到 特朗普經常在那裡談 那些政策以前做了什麼 疫情沒有人提 問題是很大的 就是啊 特朗普當時 被他包持的人 擁住去這樣做 特朗普其實不是想這樣做的 你看看他 他想控制住 不要這樣做 但是呢 就在這麼大的公眾輿論 那種民主黨造成 這樣的輿論壓力之下呢 他就跟著去 各個州的州長 跟著去封 那到現在封完之後呢 美國那些後遺症 都出了的人 現在變成 我們就這樣 學生 中小學生 失去都兩年時間 一代人 這裏人怎麼保啊 你現在就直接 我今天開會 和你都有關 直接怎麼辦啊 那我們州長 撥了一億美金出來 又見這些 等於是 差不多令女學校 去補習那些人 怎麼見呢 現在面對那些教師公會 這麼鬼鬼鬼 很麻煩的 真的很多麻煩的事情 這個真的叫做失學 真的失失 兩年不失了就失了 追不到 是啊 如果現在面臨新的疫情 你怎麼對付 歷史上呢 疫情從來都有的 包括1918年那個大流行 那次流感呢 失死了幾千萬人 是 就是說 數字講大大 全球死了一億人 因為印度和中國的統計 是對的 就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只是歐洲這邊 統計兩千萬人 那時候都沒有封城的 美國經濟很好 那這次呢 你說封了那麼多 封了那麼多 其實影響經濟 你究竟還救了多少人的生命 沒有人說出來的 嗯 而且到最後統計 就是最後呢 整個疫情 整個很悲慘的 那些老人 主要是 老人不病之後呢 封在那些老人院裡 臨死都見不到家屬 到這個地道 你看我 有些同學真的很可憐 封城的時候呢 那媽病重 趕回中國 趕回中國呢 去醫院 一樣看不到媽媽 一樣在微信裡看著媽媽死 嗯 人間悲劇很多 我認識了好幾個人 都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呢 你說 封城啊 所有這些 造成的那些 那些後果 到底是人間造成 幾大後果 你看 老人照死 家長 經濟停滯 小孩子失了兩年 而如果新的疫情出來 你說封地不封 嗯 美國現在沒有聲音 沒有話說的 白宮就沒有聲音 什麼都沒有說 這些話 CDC NH NH NHA 是嗎 根本沒有聲音 完全沒有聲音 它不但不出聲 它連中國 現在出聲音 中國報紙就說得多 美國報紙 大家想著不出聲 到現在 一說出聲 一想回頭 是不是會影響拜登選舉 這些是很傻的 所以對中國最近出現的那些 那些疫情的報道 真的好笑好笑 在美國報紙也好笑好笑 大家聞過一句 它不敢碰 不敢碰 這件事 是不是 碰到不知道後果是怎樣 對明年的選舉 不知道怎樣 是啊 所以現在 那些報紙就死的在這裏說 你看到我推出那一篇 大家要看我開放給公眾那篇 說死的 特朗普要上一個真的專制 沒有任何證明的 那現在 你如果說有疫情 它是不是 要不要專制 要不要搞明年的選舉 美國人制的 嗯 這個矛盾很大 現在 未必來得到美國 希望他來不到美國 你不知道 那美國自己 有些病 這些病會出現什麼的病毒 我們永遠不知 這些人類最難對付的武器就是病毒 那美國原來都這麼多人 美國整個百至六十多人 六七十多人得過COVID 這個COVID會不會演變 會不會出其他病毒 我們怎麼知道 那些病毒 好像我也是 我長期有些感冒 長期不好 整天都喉嚨沙的 吃什麼都沒有用 哦 不知道什麼問題 都是 你真的不知道什麼問題 不知道這些病毒有什麼 遠變 所以 他到時候怎麼小提大作 大提小作 我們不知道 政府怎麼做